我們今天在講台府跟封告的心耀牌法 這字唸告 因為連我都不小心會唸錯 哥 阿 告 不是號 是封告 那這兩顆心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知道隱宮跟武功位置之後 數到你的出生時辰就好了 那基地我們先定義 台府的基地在武 那封告的基地在隱 所以在隱這邊我們寫一個封告 那在武功這邊我們寫台府 他們基地在這裡 那假設我的時辰為乘十 假設我為乘十 那我們數一次 它是怎麼數的呢 順時針的數法 從這邊開始 直 從 銀 錠 錠 城 這裡就是我的台府位置 我的台府在這邊 好 好 那隱宮這邊是封告 它的位置 好 一樣 順時針組 換個顏色 直 醜 陰 錠 錠 城 好 所以 我的封告 位置 對我而言 在這裡 這應該沒什麼爭議 所以台府封告 它會在三合的位置 三合就是隔幾公 一二三四 隔四公 就隔四公的位置 好 大家可以驗測看看 你拍的對不對 以上 就是台府跟封告的拍法 下一節 我們要講最後一個 新鑰的拍法